现在赚钱很多人说很难 确实对很多人来说很难 但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个世界的技术让你花钱速度越来越快 人没钱就是因为什么 人没钱的原因就是 进口太慢 出口太快 进的太少 出的太多 过去我奶奶花钱要把手帕打开 要数半天的 要数半天啊 要给人家交钱 现在只要冲手机笑一笑你的钱就没了 是这样吗 出门已经不需要带钱包了 一张身份证 一个手机走遍全世界 现在做生意的方式跟五年前完全不一样 五年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现在也看不到钱也看不到货 交易已经完成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过去是从厂家中间经过了很多环节 最后到了消费者 这是传统行业 这叫赚差价的商业模式 过去五十年都这么玩的吧 你就记住赚差价未来死路一条 没有机会了 为什么 因为互联网的出现 未来的商业模式只有一条 就是从厂家到我家 什么叫跨界打结呢 知道吗 一个人开跑车失控了 速度太快 太快了 得200公里的时速 一头扎进了水里 因为速度太快 撞死了正在水里游泳的一条鱼 那个鱼做梦也没有想到 它在水里会被车撞死 所以告诉各位 未来把你干掉的根本不是同行 是跨界 从人思维就是我没钱太贵了 来 我都听他说一句话 就我就是一个穷人的命 我就是一个种地的命 有没有发现这话说时间长了 他果然种地去了 好准哪 有还是没有 他怎么说 穷人还有一个行为是什么 攒钱 挣点钱存起来 挣点钱存起来 他舍不得花呀 那个中国老太太和国外老太太的故事 代表了这个人的思维模式有问题 思维模式有问题 那行为模式和结果一定有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思维 决定一个人的结果 他就天天存钱 他怎么说 我要把钱花在道日上 我不能乱花钱 有没有发现穷人骑着电动车 到银行里去存钱 然后富人开着豪车 到银行去贷款 有还是没有 然后把你存的钱拿过来 他去做更大的事 然后再聘穷人为他打工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 富人有个习惯 什么习惯 他买任何东西 他都说一句话 太便宜了 听懂的句说 有没有 哪怕他买不起 这个珠宝多少钱 68万 太便宜了 以后再买 他就认为 我一定买得起他 因为他配我 我配他 等我以后挣了钱了 我一定把它买到手 但穷人怎么看 看到这个珠宝68万 哎呦这么贵 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 他一辈子果然跟他没关系 是这样吗 听懂的举手 手放下 他说把钱花在什么 刀日上 一辈子攒钱 他说把钱花在刀日上 各位你说刀日 你一定会吸引来刀日 结果等到老的时候 得了一场大病 得了癌症 到医院开刀子 把一辈子的钱 都花在刀日上了 果然吸引来刀日 听懂的举手 我今天问大家一句话 挣钱的目的是什么 创造人民币 让你挣钱 是让你享受生活 提高精神世界 物质世界的 对还是不对 不是让你放到银行 一放放三十年 然后不花 今天王老师 现场给你一个亿 好不好 好的举手 谁想要 好 手放下 我把一个亿现金 放到你面前 告诉你一件事去 只能看不能花 请问 这一个亿还有意义吗 任何意义都没有 对还是不对 而且你把钱 放到银行 不花 就代表这个水 就停在这不流通 那个水不流通 就是死水 一个水一流通 有没有发现 富人消费 穷人储蓄 有没有 普通人天天抓细节 高手只抓大方向 为什么 因为大方向对了 细节有瑕疵 无所谓 大战略对了 细节有瑕疵 那是小问题 你看两口子也是一样的 女人找老公 麻烦全是找细节 你怎么不换鞋呢 你这衣服都穿了好几天了 怎么也不换呢 牙膏怎么从中间挤 不从边上挤呢 他不把心思放到 如何成就老公 托起老公 引爆老公 让他成为盖世英雄上 他就天天把心思 放在这上面 我不是说男人讲卫生 不重要 能理解吗 你把大部分精力放大 天天都这种事 男人能不心理憔悴 心胸格局 目标思想 维度智慧 就这么点 你怎么能把世界做大 那个杯子 就是你的智慧和能力 就是你的胸怀和境界 杯子里的水 就是你的结果和财富 但是普通人 天天想提高杯子里的水 他就不换一个更大的碗 他就不提高自己胸怀和境界 当你胸怀境界提高以后 他的财富也会提高 这还有问吗 是这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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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